101年高雄长青运动大会继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全国展6号盛大登场 社长陈菊特别到场与长辈同乐 他表示高雄有182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提供完善的老人照顾资源健康服务 希望高雄的长辈都能够幸福健康 101年长青运动大会为敬老重阳节系列活动揭开序幕 今年总共有120支队伍 5000位年满65岁以上的长辈参加 现场大小朋友齐聚运动同乐 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结合社区资源及发挥创意的造型秀 我们真的今天高雄是在办喜事 我们有刚才的板厅室 还有我们前面有一个造型新娘 掌声欢迎 还有欢光 24位入围造型创意的老人家 带动现场热闹气氛惊呼连连 其中高零90岁的阿公 打扮成七彩Superman 创意十足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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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永安区保林社区发展协会 黄森雄 天生老老的玩女服 我说很像的新娘有点对人 好 跟阿公来给他和他下口来一下 我们永安保林社区 房线上阿公 陈菊很开心阿公阿嬷们 秀出活力与创意的多元学习成果 展现长青族的活力热情 而高雄目前有182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提供完善老人照顾资源 由于台湾已经迈入高零化社会 陈菊表示高雄是个注重老人福利关怀的城市 他期盼高雄的长辈都能够受到最大的照顾及尊重 是否会提供完善福利 让老人家开心健康的生活 港多新闻刘志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